奶奶,李虎看到赵晓芹,开心地朝着她挥了挥手。 哎,你娘呢? 李星志后面出来,看见只有李虎,她脸色顿时一沉。 我现在可不是你什么亲家了,胡子闹着要回来,说想你们了,所以没办法,我们就把她送回来了,这会儿人也送到了,我们走了。 啊,牧水也不再多说什么,她把李虎在牧家添置的衣物,还有吃食放到地上后,就又架着牛离开了。 哎,奶奶,爹,我回来了。 李虎看着熟悉的家中,她开心坏了,牧家虽然好,那也没有在这里舒服。 啪,李虎脸上忽然挨了一巴掌,她不敢相信地捂着脸,震惊地看着李星志。 你这小兔崽子,整天除了吃成个猪一样,还会干什么,这点事都做不好,要你干什么用的? 呸。 李星志骂骂咧咧的又朝着李虎身上狠劲踹了一脚,李虎一下子就摔倒在泥巴地里。 呜呜呜呜呜呜呜,李虎满腔热情地回来,结果却是挨了一巴掌和一脚,她伤心地痛哭起来。 哭哭哭,你爹我还没死呢,真是晦气。 李星志说完转身就要走。 你这是去哪儿啊? 赵小琴看着李星志发这么大的火,她也不敢多说什么,只是心疼地上前搂住虎子,抬头冲着李星志喊道。 去抢钱,不然怎么办? 李星志头也不回地就走了,留下痛哭的李虎和直呼造孽的赵小琴。 时间过得飞快,棉花苗已经全部长了出来,木秀一家全部动员起来,将棉花苗移栽到了大田里。 本来,预计种十亩棉花的,剃除掉有少数的枯死的棉花苗,还有没有发芽的种子,只能种九亩的棉花,最后一亩补充成了花生。 影响棉花生长因素的除了阳光外,还需要有充足的水源灌溉。 地里的杂草一定要清理干净,所以每隔两天,木秀他们就回来浇水和除草。 棉花在幼苗的时期就很容易被害虫给盯上,会影响棉花的生长。 木秀将最常见的病虫害,比如利枯病,棉牙虫,地老虎之类的,都准备好了相应的农药,密集地进行喷洒。 荒地里食都完毕之后,木秀家田里的小麦也开始开花了,很快就要成熟了。 院子里的樱桃树结出的樱桃已经能吃了,这是第一年, 樱桃结出的也不算多,木秀挤人,一天的功夫,差不多就把树上红艳艳的樱桃全部摘了下来。 木秀接了一盆水,樱桃摘下来,用清水过一遍就能吃了。 真甜,这樱桃真好吃。 李畔蒂抓了一把樱桃,在清水里过了一下,一口吃进去好几个。 吃东西上火,少吃点。 木秀提醒道,总共也就这几框,上火就上火吧。 李畔蒂毫不在意,继续吃着。 陈大哥,咱们去看看杨梅吧。 木秀算了算日子,杨梅应该也熟了,只是最近忙着田地的事忘记了。 好。 陈旭辉抓了一把樱桃塞进嘴里,站了起来。 我也要去。 李畔蒂也赶紧站了起来。 畔蒂留在家里,山路不好走。 我去,反正没啥事,人多能多摘点。 木小草出声阻止了女儿。 李畔蒂撅着嘴不开心了,木小草蹲下轻声哄她。 我也去。 木水和陈坚强也参加了进来。 那好吧,大家赶紧背上背搂,早去早回。 木秀看看时间,这会儿正好是十点钟,走得快的话,下午四点都能赶回来。 我把鸡蛋糕包上,你们中午饿了吃。 珠水连转身进屋,去准备吃的东西。 等大家装好水和吃的东西,就向后山走去。 陈旭辉熟悉路,在前面带路,其余人跟在他的身后。 那扬梅树之前看着倒是挺近,没有想到,走却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地方。 山上的阳光好,长了不少的果树,一路走来,有枇杷,里子,杏树,不过都是一两棵。 木秀的目标是扬梅,也就没有过多的停留。 先去摘杨梅,下山的时候再摘这些野果。 从荒地那个方向望上山,只看到一棵杨梅树,走到了山上才发现,大大小小的杨梅树至少有十棵。 却绿的叶子之间,深浅不一的红色坠满了枝头,犹如一颗颗红宝石。 一阵风吹过,浓郁的果味就顺风扬开。 这边我没来过,没想到有这么多杨梅树。 陈旭汇以前没来过这边,他之前去摘杨梅的地方只有两三棵杨梅树,而且长得还很小。 这边也没啥历五号打,山里这么大,你也不能去处都去过啊。 木秀随手摘了一棵杨梅,用水冲洗之后咬了一口。 吃甜。 木小草不由得抿了下嘴,万没止渴,他的嘴里已经开始泛着口水了。 大家分散开来摘杨梅吧。 木秀指挥着,大家各自选了一棵树,开始摘了起来。 越高处的杨梅越甜,因为接受光照的时间最多,红得黑油油的,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光泽。 人多力量大,很快带来的贝褂都装满了。 这杨梅树很多,即使摘了这样多,树上的杨梅数量还是感觉没见少。 其实…… 木秀,你那树上的杨梅是不是结得少呀,看起来都没多少了。 木小草最先发现,经他这一问,急于人仔细对比了一下。 果然如此,木秀摘的那棵树基本已经空了,可是他摘的也就跟大家的分量一样啊。 木秀顿时无语,木小草这个观察能力也太强了。 木秀看着杨梅实在是不错,忍不住这收一些放进空间,那收一些放进空间,收着收着,等他反应过来,树上已经快空了。 木秀,本以为没人会发现,没想到木小草一下就看出来了。 哦,这棵树上结得少。 木秀回答道,杨梅成熟的时间会持续好多天,今天就这样吧,这两天有空再来摘吧。 陈旭辉说道,这会儿,地上五个碑楼都已经装满了,每个碑楼还都冒尖了,实在是装不下了。 还好,我拿了不少的布袋,等回去的时候再摘些别的锅子戴上。 木秀从胯包里拿出来十几个布袋,都能胯在身上或者是绑在碑楼上。 一一分给大家,还是你欣喜,木水接过了三个布袋。